从医学角度上讲,毛孔粗大是可以逆转的。 一些因素,如生活方式、环境和基因,可能导致毛孔粗大。 但这些因素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进行调解。 清洁皮肤通过每天清洁皮肤来保持皮肤清洁,并减少毛孔堵塞的可能性,避免长时间暴露于阳光。 长时间暴露于阳光,可导致皮肤老化和毛孔粗大,避免过于油腻的食物。 过于油腻的食物,可能导致肌肤油腻,毒色毛孔,并导致毛孔粗大。 适当的护肤品,使用适合你皮肤类型的护肤品,可以帮助保持皮肤平滑,并减少毛孔粗大的可能性。 访问皮肤科医生,如果毛孔粗大严重,可以咨询皮肤科医生,以了解是否有任何医学上的解决方案。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,毛孔粗大是可以逆转的,但需要注意的是,这个过程需要时间,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。